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我是张方琪,马上带您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台电为了维护配电线路在新店和美山进行树木修剪,但是处理方式粗糙,百年的镀音树遭砍恐怕难以存活。 身份区升高里将粗卡柜发展成里内的特色产业,更将卖柜的收入作为共餐经费之用。 时定和苹果小在欢乐儿童月安排了一场布袋戏表演与体验活动,小朋友们都觉得格外的有意义。 新闻市劳工局举办视障按摩送好礼活动,只要到辖内视障按摩小站或按摩院消费满300元,就能参加抽奖。 我的台北周记今天要带大家去走访新医区全山上的茶路古道,待会就跟着我们一起去运动一下哦。 进入了四月份又到了赏银季节,新店和美山近年来已经成为热门的赏银景点,但是日前地方自然保育团体却发现,台电为了维护配电线路,在和美山进行树木修剪,不少树木被修到光秃秃,而其中呢更有一棵百年的镀音树被砍了三分之二的枝叶,这也使得萤火虫的漆地受到了影响。 对此,台电坦诚处理的方式不够周延,将会尽力后续补救。 新店和美山近年来是大台北地区赏银的热门景点,但日前地方自然生态保育团体却发现台电为了维护配电线路,将电线杆周边的树木进行修剪,而修剪的处理方式相当粗糙,甚至有一棵百年镀音树硬生生地被砍断了三分之二的枝干。 台湾自然科技学会理事长张盛贤就指出,原本这棵百年镀音茂盛的枝叶提供了萤火虫栖息的最佳场所,如今遭砍,恐怕不仅破坏了萤火虫栖地,也破坏了整个自然生态。 萤火虫,那翡翠树啊,像台湾蓝雀,那我们就常常在这边都可以看得到,而且它的密度是非常高的,那这棵树现在已经少了差不多三分之二了,那可能这以后整个就不想到哪里去了,它一定绝对是有很大的影响了,至少在这边是没有的,那这种要形成一个体系,一个系统出来的话,那像这棵就上百年了,那我们家一个成熟林的结果大概要八十年了,这样子的话一动,这样就毁了。 为了抢救已经被伤害的树木,新北市议员陈宇军邀及台电、林务局、新北市农业局、管理局、新店区公所等单位,希望能够厘清责任归属,对此台电南区营业处维护经理林庆昭坦诚,这次的修剪处理的确不够周延,对于包商的草率深感抱歉,并将督促厂商后续改善。 河美山步道这一部分的修剪状况,事实上是有比较那个稍微草率一点,所以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会就这个现场部分,我们会来做进一步的处理,那我们也要求承软商,在这一部分的清理工作也要把它做好。 新北市议员陈宇军看着没有职业的树木,不禁心疼又生气地说,如此修剪树木的方式过于便宜行事,除了要求台电严惩包商,并做好相关教育训练,也期盼这样的事件能带来教训,各单位都应该用更严谨的态度面对自然保育。 这件事情的发生,它虽然财发是手段,可是其实我们最回来的是希望,不管是从小包到这边的游客,每个人都是发挥爱心的,所以我想就是,我只能觉得小包是便宜行事啦,所以希望台电回去之后呢,要严惩秤处并教育。 探勘的人,然后跟最后执行人是相同的,那跟要一样啦,另外一个在说跟当地的,来的时候一定要找当地的,比如说里长也是,另外一个这种有长期在维护这边生态的,你要先找他,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们会请那个园艺专家,针对这一部分,因为这毕竟不是我们台电的专业,所以请他来指导我们,要怎么样去把那些,这些树木做一个那个修复,或是保护,让他未来能够恢复正常的成长。 台湾自然科技学会理事长张盛贤表示,去年来赏赢的人次就超过了4万人,和美山已经成为自然教育的重要据点,但没赏到,为了维护输电线,竟然轻易地伤害树木。 他认为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迁移电线感,让大自然恢复应该有的景观,而台电表示,会将意见带回演绎,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深坑区近两年来,大力推动粗卡贵文化,升高里呢,更将粗卡贵发展成为里内的特色产业,只要有订单,礼办公处与社区发展协会,就会召集参与共餐活动的长辈及志工一起来做柜,而收入呢,就作为共餐经费,除了增加收益,另外呢,长辈也从中获得了不少成就感。 以蜀麴炒糯米制成的粗卡贵,是过去相当普遍的传统美食,但随着饮食文化的改变,会做的人越来越少。 近两年来,深坑区公所积极推动粗卡贵文化剂,号召去年民众栽种蜀麴炒,更利用各里老人共餐时间,教居民做粗卡贵,希望能够再度重温过去农业时代的饮食文化,同时也让社会大众再度品尝到美味天然又健康的粗卡贵。 我们是用刺咖粿,是用蜀麴炒做的,那可能其他地方炒咖粿,他们是用艾草做的,所以在口味上很不一样。 那我后来深入了解,发现我们深坑早期,我们在清明节的时候会记住,那如果有一些农作的一些中午,就用这个来果腹,所以我发现它其实很有传统的。 随着粗卡贵的推广,这项小吃再度于深坑区慢慢地打响营气,更成为社区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 办理老人共餐已经有三年多时间的深高礼与深高社区发展协会,每周都会办理两次共餐。 为了不增加长辈负担,深高礼除了利用黄金资收攒经费补贴,从去年开始也贩卖起粗卡贵。 只要有民众订购,婆婆妈妈们就会聚在一起做柜。 随着知名度打开,订购的人也越来越多。 制作销售粗卡贵不仅仅是增加老人共餐的经费,长辈们还可以借此活动金股,尤其看到自己的成果能够成为商品贩售。 更为他们带来了无限的成就感。 记者声评,张曼琪,山坑采访报道。 时定区和平国小今年送给小朋友们一份很不一样的儿童节礼物,就是帮小朋友们安排了布袋戏欣赏与体验活动。 由知名布袋戏大师李明文带来精彩的表演,同时也告诉学童许多有关布袋戏的历史与特色,还让小朋友亲自操作布袋戏哦,让儿童节过得格外有意义。 新北市的四月份是欢乐儿童月,时定区和平国小为了送给小朋友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礼物。 在新北市中小学家长会长协会文山区总会赞助下,邀请和洛坊古典布袋戏友推广中心,来到学校进行表演与体验活动。 致力于台湾传统布袋戏艺术传承的李明文老师,带来许多布袋戏友,还架起了戏台,透过生动有趣的方式一边表演,一边接受传统布袋戏特色。 一个个戏友到了李明文手中,反复都有了生命,让台下的小朋友们看得目不转睛。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可以看布袋戏,然后还有许多知识在今天给我们看。 很有趣,因为可以看到布袋戏,然后而且还可以认识布袋戏。 可以学习到我们传统的一些戏友,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以前的阿公阿嬷,或是爸爸妈妈小时候,他们的一些传统的娱乐。 谢君财总会长表示,现在的孩子对于传统布袋戏相当陌生,为了向这项拥有传统历史的台湾民俗艺术传承下去,他们赞助新北市多所学校,办理布袋戏观赏与体验。 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可以接触到传统布袋戏,对这项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林老师他是李天路的徒孙,所以在布袋戏方面也是蛮专敬的。 他愿意来行为来赞助我们这个活动,我们希望小朋友来更加了解,以前有这个文化转程,让小朋友了解说以前就有这个活动,希望他们增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回到现场,小朋友们也亲自体验了布袋戏友操作,玩起猜拳游戏,让今年的儿童节除了欢笑声不断,更具有教育意义。 记者声评,咱们其实定采访报道。 为了鼓励民众支持新北市脏按摩,新北市劳工局今年推出了五大活动,而从即日起,只要到辖内的市脏按摩小站或按摩院,消费满300元,就有机会抽中平板、扫地机等毫礼。 而今年呢,也特别邀请艺人罗平来担任健康大使,为新北市脏按摩站台。 新北市劳工局举办新北市脏按摩帮健康按个赞开跑记者会,邀请年度活动大使罗平为市脏按摩站台。 担任外景主持的罗平表示,因为常常要在国外啪啪噪,每次回来台湾后都觉得腰酸背痛。 但只要走进新北市脏按摩小站,不用多说话,市脏按摩师就能够精准地为他解除疲劳。 可能不用讲什么东西,可是这些市脏按摩师,他已经知道你什么地方在酸痛,然后可以给你非常适当,也非常好的一个疗愈跟放松。 所以我每次回来都会去选择一个市脏的按摩。 这是我觉得跟一般坊间的按摩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已经知道你身体哪些地方是需要去放松,需要去治疗的。 为了鼓励民众支持新北市脏按摩,今年推出五大活动。 从四五月开始有按摩宣导车PapaGo,六月是市脏按摩小站中年庆,七八月则有按摩短片征选,十月则是感恩月极点。 而从即日起到十月底为止,只要消费满三百元就能够参加抽奖活动。 消费三百,抽大奖,这个奖品有高达十二万,那从现在开始到十月底为止。 所以这个消费三百,这个抽大奖的活动是从现在开始到十月底。 新北市劳工局表示,市脏按摩小站及按摩院在设备与环境上都相当舒适。 每年劳工局也都会举办优良按摩院选拔来加以鼓励。 同时市脏按摩师都拥有一千六百个小时以上的训练经验, 以及具备丙级以上的专业证照,一定能给消费者最优质的按摩服务。 我们这些市脏按摩师,其实他们都领有丙级的一个证照, 而且他们都受训一千六百个按摩师的一个训练。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跟我们一般坊间的按摩是不一样的。 记者会上健康大使罗平与副局长许秀能也一同体验了市脏按摩师的服务, 纯熟的按压手法以及适当的手镜, 让罗平直呼本来紧绷的肩颈在师傅的按摩疏解下整个相当放松。 新北市劳工局表示,即日起到新北市福岛的22家市脏按摩小站 及7间优良市脏按摩院消费满额就有机会抽中平板、扫地机等毫礼, 欢迎民众一起来享受幸福的按摩时光。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广告后是我的台北周期单元,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数位生活现在进行事,当然选大新店宽屏。 现在申办超级数位家庭方案,每天只要同板架, 立即体验数位新生活。 八种享受,一致满足,数枪2917,3939。 他如果比较大的轮胎,看得好心酸哦。 我是不是有被欺负过了啊? 就不知道怎么能够歧视我了啊? 喝起来吃天液。 怎么办啊?你的头不弄,怎么办?我叫我护车。 我跟我护车。 怎么办啊? 好。 我可以拿。 全山上的茶鹿古道是昔日淡蓝宾背道的一段, 后来成为运送茶叶的联络道, 途中有座石泉岩,是座百年古寺。 如今茶鹿古道的军事,商业用途不在, 倒是成为民众登山践行的好去处。 今天就跟着我的台北周记,一起去运动一下。 今天呢,我们要走的这条登山步道, 是位于全山上的茶鹿古道。 原本啊,是官府重要的冰背道, 但清末之后,行军的需求减低了, 这条路呢,就成为茶商运送茶叶的主要道路。 一直到今天,这条茶鹿古道不再具有军事与商业的用途, 反倒成为民众闲暇时登高, 践行的最佳选择之一咯。 而茶鹿古道的入口遗址, 目前则是以两座重修观山岭路桥碑作为识别。 现在,我们就要请拥有丰富导览经验的自然步道协会讲师, 带我们看看这条古道的迷人之处。 我们现在人是在茶鹿古道上, 这条茶鹿古道呢,就是其实啊, 在清朝的时候啊,清末的时候啊, 其实是应该说有一点小小繁忙的, 因为很多挑茶的人呢, 他挑着茶要从这边下去, 然后到万华地区, 然后去给人家制茶这样子啊, 所以其实这里以前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繁忙。 走在这条蜿蜒的山路中, 追思古人们在这个地方刻画下的痕迹, 渐渐就走到了拥有百年历史的石泉岩清水祖师庙。 这座清水祖师庙从1844年建成以来, 已经屹立了一百七十个年头, 之所以取名为石泉岩, 是因为有清泉从石中涌出因而得名。 讲到这个清水祖师啊, 这里啊, 这个就是说, 在清朝的时候啊, 那个挑茶的人啊, 就是从那边, 文山区那边过来, 石定区那边过来, 到这里已经要接近, 接近山下了, 所以他就会在这里稍作休息, 休息的时候当然要解渴啊, 然后就会饮用这里本来出来的天然的出泉的水这样子, 那石头出来的泉水就叫石泉。 一直到现在, 这座清泉都还不断鼓鼓冒出山泉, 是不是很神奇呢? 如果啊, 想要看看这股泳泉, 只要绕到庙后方的武财神庙, 就可以一窥这一勇百余年的泉水呢。 接着来看, 不会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纪念宽评超级数位家庭方案震撼新上市, 每天最低50元起, 就可享受急速光鲜上网, 上百台精彩频道, 热门电影随选随看, 全方位居家监控等八大服务。 5月31日前申办, 最高再送2000元礼券, 快播2917 3939。 年度棒球赛精彩开打, 快用大新店数位录影机预录精彩赛事, 让你每场都不错过, 得分瞬间还可重播, 倒转回味。 现在申办, 年脚就送Tokuyo软Q震动按摩警诊, 快播2917 3939。 龙林鱼木普查期间为4月1日起至5月31日, 普查对象包括了农牧户, 农牧场, 农市及畜牧服务业, 林户及林场, 渔户, 渔业公司等, 近期民众协助完成。 由新北市文化局举办的第六届新北市文学奖真文活动开始了, 即日起至8月15日收签, 欢迎踊跃投稿, 相关简章及报名资讯, 请至文化局网站查询。 新店地震事务所对辖区内预一年以上, 尚未申办继承登记之不动产, 将于4月1日起公告三个月, 公告期满仍未办理继承登记, 将由新北市地震局列策管理, 列管15年期满仍未申请登记者, 将以请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公开标售, 呼吁延宕办理继承登记的继承人, 尽速申办继承登记。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都会刊登在 大兴电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订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芳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